我们接着来看看 那么美国在这些战略里头 盟友呢 最新的一个其中一位盟友 本来最忠实的 帮他打前锋 打得很凶的澳洲 由这个 这个部长是否 就是在澳洲的驻华大使来接待 先驱报报导 黄英贤本来是最反中的 先驱去见了中国外长 而且拜访了北京 那么在一个见面的场合里头 接待场合 被大家媒体搭做文章了 因为他说 冰融化的速度很慢 因为现在北京很冷 大家都在想说 记者问他说 部长是不是期待 跟中国的长期的僵局 赶快打破 冰融的再快一点呢 那么大家在黄英贤出发前 就问他说 要做什么 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说 将寻求化解澳洲贸易的僵局 记得哪些东西被禁太多了 红酒 龙虾 有没有机会 透过这一步 跨出历史性的一步 重制澳中的关心 澳大利亚人报 当然是寄予很高的期望 那么澳洲的前驻华大使瑞杰 甚至说 已经出现了一个微小的绿芽 在萌芽了 两边的关心有机会改善 那么但是南华早报是说 澳洲的经济繁荣归功于中国 所以你们要小心三思而行 所以盲目的政治冒险 幼稚的机会处一会后悔的 所以其实当然澳洲方面都是 尤其是企业界期待 中国能够解除贸易的禁令 让他们的企业荣景 跟中国的贸易进出口 能够回到原始的样貌 这一想起台湾就没有 我们是连这种管道都没有 所以中澳关系有机会破冰吗 当然今天有个重大的消息 在这个媒体 财经媒体的版面上 都是因为日元大涨 全球股市震荡 日本的所谓的黑日震撼 引起了很多策略上的变化 还有个礼 这个礼价突然飙涨 当然跟很多的国际趋势 都有关系 中澳关系破冰 大家在说访问北京 有机会的时候 他受到美方的压力 却也让澳洲关系要定义 澳洲货物是不是符合利益 不要向中国低头 其中一个关键关键的原物料 当然就是礼 礼创新高的这个在旅价上面 澳洲的资源商品出口 预估就是很重要 它的重要资源 2022年到23年 它的财报里头显示 澳洲的礼出口 将会达到3300亿的台币 这件事情在全球的 礼市场供应里面 它是重要的 而且对需求方 当然也是很重要 但是很怕生意被抢吗 因为中国11月份开始 可以从其他地方进口了 从俄罗斯进口煤炭之外 澳洲也没办法 其他原物料 也有其他的可取代管道 那么美中澳的新能源大战 现在当然已经开打 那么马斯克眼中的新石油 礼矿 是非常关键中的关键 才会在这次这一波 包括股价 各方面的世界投资里面 都在关注礼 隐藏最多的南美三国 会取代中东吗 这三国 当然阿根廷最近很红 拿下世界冠军 但它的礼其实更红 玻利维亚 智利这所谓的礼三角 新能源车的热卖 上半年让中国的锂电石产值 超过了2.14台币 2.14兆台币 然后伯利维亚阿根廷 智利被称李三角之后 蕴藏了全球六成的 这样的蕴藏燃料 而且这三个国家 还仿OPEC的概念 成立了李佩克这样子的概念 来预计2023年 就要正式成立 阿根廷甚至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俄国前总统说 英国应该要从福克兰巡岛 滚开还给阿根廷 这当然是一些 这个土地上的争议的议题 政治议题 无论如何 在军售阿根廷这件事情 美国当然陆续持续在进行当中 而美国智库认为 从2006年对 委内瑞拉卖武器禁运 就成为拉丁美洲的 中国军事硬体的头号买家 10年买了190亿 所以这样角力下去的话 是不是又要转移 除了这些重要的 原物料资源之外 连军事上面的物资合作 都要再跟中国来合作 而且不只为了矿产 也要让格陵兰这些地方 很垂涎的地缘政治战场 就在这里要展开了 就是诱啊 礼啊 这些重要的原物料资源 尤其在我们的科技产业 半导体产业越来越发展的时候 它当然是全球都兵家必争的 这样的物资 蓝老师怎么看 从澳洲的这个动作 一直到全球现在在砍到底怎么样 这些重要的原物料资源 跟俄罗斯之间要围堵 又需要他们这样的困境 我觉得澳大利亚目前是采用 三条路线在走路 第一条就是安全的这个路线 安全的路线还是仅仅的依靠的美国 所以它在12月9号 现在是12月下旬了 21号 12月9号的时候 他就黄英贤就外交部部长 跟他的国防部部长到日本的东京 跟日本的同样的外交部长 跟国防部长那么有所会对谈 最后也拜会了岸田文雄 他们就签订了一个 消互资源的保障协定 也就是说澳大利亚 可以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 日本可以使用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 澳大利亚还提供 他的军事基地就是让日本的F35 可以转场到澳大利亚去 而且鼓励澳大利亚加入AUKUS 就是英 美 澳组成的 这个英国萨迅族的核心 日本当时没有答应 但是你可以看到 澳大利亚的这些军事上的 安全上的动作 就要让美国对他继续放心 也就是说他在安全上这个领域 跟中国大陆有分歧 但是他还是紧紧的依靠的美国 而且也鼓励日本来加进来 而且鼓励日本 在南太平洋这个地方的海军 有更多的活动等等 这个部分当然大陆也看在眼内 大陆也不是表示欢迎 也是有意见的 但是在政治上的时候 我觉得澳大利亚的总理 阿伴尼斯在这一次的 讲得很明白 他说中澳之间有合作 而且我们应该要扩大合作 中澳之间有分歧 但是分歧需要时间去处理 但是不能用分歧 来界定中澳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政治的领域中 它走向一个更为成熟 更为稳健 也就是不再像莫里森一样 动不动就攻击 指责抹黑中国大陆 不用这个方法 用成熟稳健的外交斡旋的方式 来处理这样的情形 中国大陆当然欢迎你 欢迎回来全球能源的争夺战里头 李矿尤其在整个科技产业的趋势发展里面 成为重中之重 所以会谈到这所谓的阿根廷等等 这三个重要的国家 在南美洲 现在美国 俄罗斯 中国 可能都在这里有一番的竞逐 委员 李矿的确是未来的所有矿产里面 我们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是铁矿 再来就是石油 下一个阶段一定是铃矿 我不是鼓励你们去买铃矿相关的股票 我不是鼓励买这个 但是不可否认 因为现在对铃电池的需求量 不要讲中国大陆 不要讲美国 我们台湾自己的铃矿的需求量 节节上升 节节上升理由就是 很多的公车开始要全面换成电动巴士 然后很多的家庭也都开始在买电动车 台湾的铃矿的需求量为什么会增加 因为你这些车子动不动几年以后就要换电池 换电池就是很多的铃矿杀 要进行提炼 所以一环扣一环的结果 开采了铃矿的产面会越来越大 谁有铃矿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稀土资源 可是比较重要的稀土资源 经常集中在几个地方 澳洲当然是其中一个地方 但澳洲不是老大 他不是铃矿的沙奥地阿拉伯 你看沙奥地阿拉伯目前被认为是在ABC三国 什么叫ABC三国 A 阿根廷 B 玻利维亚 C 智利 这个ABC三国 可是这个ABC三国也有个困难 第一个 这个开采基本上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人力劳工应该相对来够 相对的够开采没有问题 可是接下来提炼 提炼不是我们大家想象中 好像那个锅子搅一搅那么简单 他比石油的提炼 还有厂房设备的技术 运输等等要很庞大的这些资本在后面 碰巧这三个国家基本上都在这方面不够 中国大陆在提炼铝矿的这个部分的生产工厂 什么盛盒等等都是很大的公司 对他们来讲不是问题 现在变成说ABC四三个国家就要选择说 我到底要接受中国投资还是接受美国投资 不过这三个国家里面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都比较倾向于左派 那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南美洲讲的左派跟我们讲欧美的左派不一样 南美洲的左派的定义说 你跟美国财团是对抗的角色叫做左派 比如说阿根廷的赔隆主义 你们如果看过那个电影 别为我哭泣阿根廷 大家搞不好很多人都很会唱 这首歌的女主角就是赔隆主义的象征性的人物 就是反对美国财团 反对他把美国财团称作殖民主义 所以这些国家的政客会比较倾向于接受中国的投资 那美国就会去穿小鞋 所以两方面会在那边斗成一团 但我认为美国基本上是没胜算 所以这三个国家组成了一个所谓类似OPEC 这样的ABC的联盟的话 会操纵我们下一代 铝矿的价格就影响到新能源的价格 关键资源 非常非常的关键 那比如说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有关于格陵兰 格陵兰有很多稀土资源 不要忘记 它以前是相当的不容易开采 因为天冷 太冷了 可是气候逐渐的暖化之后 对开采格陵兰本地的这些稀土资源的话 变成成本相对降低 然后就有很多国家就去参与了 其中第一名的还是中国 欢迎回来TBS新闻大白话 全球能源纳战 大家在抢俄乌战事发生当中 其实大家抢的还有稀有资源 李矿 我觉得格陵兰对美国来讲 矿物恐怕也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战略位置是最重要 因为美国从二次世界大人就控制这个地方 虽然理论上来讲 它属于丹麦 可是实际上美国在那边军事 从来没撤退过 美国第一个不会让它去 因为未来北极可能会暖化 暖化之后北极的航线可能会开通 美国一定会要掌握这点 它绝对不会让任何国家过来 再来美国有核弹掉到那个地方 它没捡回来 那个地方已经掉了很久 好几十年 到现在它还没弄回来 他在求美国哪壶不开梯 所以美国怎么可能让别人去 那个地方是很麻烦 那个埋藏很多秘密 而且我说真的 中国最好也要考虑了一个问题 因为你知道暖化之后 那个冰层下面的病毒 可能都会跑出来 那个地方其实是很危险的 我跟你讲